马路上地下道圆孔盖 咚咚作响不断上下跳动 还有气体不断冒出 车子来来往往路过 就怕不小心发生危险 前一晚花莲大雨 不只造成路面淹水 积水高至少20公分 车子宛如路上行舟 大雨也导致污水下水道内的沼气 被水冲到挤压释放 因此才会有圆孔盖 跳动打开的景象 我觉得它好像会爆出来 感觉会担心吗 会担心吗 就是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气体的关系 还是因为就是这个下雨头 可能地下道有些特殊的气体 产生才会这样子 过路的人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 就可能会发生车祸 所以当然是觉得有点危险 重回现场 当时就是这个直径 约七八十公分的圆孔盖 被沼气推开 重达几十公斤的钢制圆孔盖 竟然会被推动 初步研判 因为它是处理生活污水 可能都会有一些沼气之类的 大概因为短时间的强降雨 雨水流到污水的下水道里面 去排挤那个气体 让气体溢出来 沼气冲开仁孔盖的例子 其实不是第一次 彰化马路的孔盖 天热产生大量沼气 不断往外喷 就算圆孔盖被盖紧了 还是不断冒泡 加上大雨后 沼气被积水挤出路面 就会像这样 连圆孔盖都被喷飞 宛如在跳舞一样 记者吴彩勋 罗湘花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